第十二题,第十二题不是算Limit,虽然它有Limit符号 你看到有Sermation Sign 另外它的项数是Depends on End 这些都是引导你用Remind Sum去计算 但什么叫Remind Sum就是我们想找Area 但它是不规则 我们希望用一些长方形的面积去估算它 然后将长方形的数目推向无限 从而令误差出向0 计算真实的Area 所以Remind Sum 简单来说就是Sum of Areas of Rectangles 长方形面积总和 你也可以想像这个1 over 4n 加 k 是长方形面积 所以里面是暗藏了长成阔 或者你喜欢的话叫底成高都无所谓 可以吗? 通常我们的阔度都会叫做1 over n 我们准备它 然后找回对应的长度 我们看一看可以怎样做 题目我先再参考一次 题目我再参考一次 题目我再参考一次 然后分母部分 我会抽个n 出来 变成n 乘以4 加 k over n 看不看得到1 over n 出来 它是你的阔度 那我浸一点 我把它变成两个分数双成 这样就会清晰一点 这个是阔度 这个是长度 如果画一个长方形 就是说这两条辨论 详细是怎样玩法呢 Remind 心你自己看Calculus 1 的视频 我这里不会详细说的 太浪费时间了 n 份 1 是底 1 over 4 加 k over n 是高 或者你的 length 如果我们把这些长方形面积加起来 然后将长方形的数目吹向无限 其实可以把它变成一个Definite Integral 行不行 我们看一看怎样变成 首先 我们写一个功能出来 我们在in 什么 我们想看in 什么是长度的 我们看看这个数 有哪一个位置是个variable 我们看到当k 从1 到2n 的时候 k over n 是一直变 保持住变为variable 所以你将k over n 变做x 就是你想in 的功能 很简单 第二件事 我由哪里in到哪里 如果你代 k1 的话 这里是1 over n 你代 k2 的话这里是2 over n 这些1 over n 2 over n 是什么呢? 是代表,假设你本身是想 in 由 a 到 b 即是你所找的 area 是由 a 到 b 这个范围 我们会将它斩作不知多少 subintervals 可以吗?通常都是斩等份的 然后每一个 subinterval 都画一个长方形去估算那个部份的面积 但是底部我们知道是多长 因为你 a b 平均斩 每一份多阔是知道的 但是长方形多高其实你不知 我们就会在每一个 subinterval 抄一个代表 去找一个高度出来 我刚才所说的 1 over n 2 over n 等等就是代表 但你看到2n 倒入是 2n over n 即是 2 我推断我们是将 0 去 2 斩 interval 0 去 2 斩了 2n 的 subinterval 也就是我们想找的面积部分 是由 x 等于 0 走到 x 等于 2 另外为什么是 2n 这么多份呢? 因为我们看到是加 2n 的长方形面积 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将 0 去 2 斩 2n 份 每一份的长度就会是 2 over 2n 这么阔 也就是 1 over n 所以你会斩做 0 到 1 over n 接着 1 over n 到 2 over n 如此类推,到最后 2乘以 n 减 1 over n 2n over n 可以吗? 然后就在每一个十 interval 里抽一个代表 用它来找回长方言高度 通常都是用 left end point 或 right end point 这一题全部都用了 right end point 可以吗? 第一个interval 1 over n 第二个interval 2 over n 如此类推 所以全部都 match 了 我们知道是由 0 in 到 2 这个时候只是计算 那你 in 1 over 4 加 x 应该可以就这样 in 就是 log 2 动 4 加 x 如果你需要用 substitution 你便照用 u 做 4 加 x 没问题 慢一点点 然后将 2 和 0 代入 就是 log 6 减 log 4 2 log 相减,里面相除 6 over 4 再化减 变成 log 3 over 2 所以答案就是 c Remind some 这一类型题目都是比较难 如果你看到可以先 skip 大部分同学都未必做到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Remind some 纯粹是演变 definite integral 的原理 通常我们计 area 都是直接用 definite integral 很少由 definition 慢慢计起 所以你放心 这是第十二题答案 这是第十二题答案 2 4 5 感谢观看